隐藏之战这个剧本的特性 各大博主已经发了很多攻略 这里我就不再过多赘出 总体来说 金令玩法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尤其是如果能刷出隐藏buff天降红服 战功直接翻倍 如果自身红度再不低 天下无双拿到手软 但是这个剧本没有能够拓宽阵容多样性的那种特性 估计策划设计这个剧本的buff 也是朝着稍微提高现有阵容强度的方向去的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像夏侯敦蛮宠这样的搭配 或者是鲁素张角的体系 在这个锦囊里直接就把他们的顿命事情提升到S 虽然商店里可以买灯用令 但是像我这种娱乐玩家 在正式服力我也是很少点协力 如果为了凑三十阵或者是乾隆阵的buff 那几个武将里我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这个剧本里想争点滑玩点新阵容 基本上也就是围绕着升级的风十阵去促 今天我介绍的也是这个思路基础上 由无枪改版的一对武功 降面就是陆逊、鲁素和SP吕蒙 最大的优点就是相较于无枪可以省一个宝物 对比无枪的常规搭配 我就是把这里的军民换成了威谋 因为SP吕蒙兵书可以选后发先制 带个威谋的话既能先手控制 也能先手草船解控 过一阵等区域出了之后 其实这里还可以考虑一手先能死士 当然这个冰种时装效果怎么样 到时候能不能上场 这就是后话了 关于陆逊是带太平识别 还是当逢兵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搭配 包括正式服的无枪里 我建议半红以下都带太平识别 毕竟白板比起满红来属性要差太多了 有时候碰到满红的藤甲不带太平都烧不动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几张实战战报 因为测试服时间比较短 所以就打的战报不太多 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有关于陈仓之战这个特性 比较好的组队思路 欢迎留言 下一期给大家看一下 我组的另一对中庸吕布 打SP关羽的一些战报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是木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ot亢放 屋